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美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CNN 拜登一点也不喜欢这样 美国很难再听伊斯利 IG控犹太人杀人犯 苹果美女员工被炒了 美军双航舰震撼秀肌肉 20年来首次在地中海连演 美国恶魔护士 对19人施打过量胰岛素 害死17人 加州南控除草剂致癌 获赔3.32亿 请大家收看 CNN 拜登一点也不喜欢这样 美国很难再听伊斯利 网友哈马斯组织在加萨地带进行恐怖袭击 造成大量以色列平民死伤病挟持人之后 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 导致加萨地带的人道危机进一步恶化 在全球各地呼吁停止加萨地带的人道危机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和高级顾问警告以色列 越是对加萨地带动武 就越难实现其军事目标 拜登等美国官员私下明确表示 外界对以色列的支持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 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行动将产生严重的战略后果 美国政府内部担心 拜登政府可能无法在几周内承受各方敦促公开呼吁停火的压力 有消息人士指出 以色列军队本周对加萨地带北部一座难民营的空袭行动 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和严重的伤亡 拜登和国安团队对此感到不悦 以色列面临越来越大的批评 不仅来自本来就对他们不满的人 也包括他们最亲密的盟友 IG控犹太人杀人犯 苹果美女员工被炒了 网友 苹果公司一名女员工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表了针对犹太人的仇恨言论 并称以色列的行为是恐怖主义 这篇发文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引发了公众的批评 据报道 苹果公司已经解雇了这名员工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对于仇恨言论和反犹太主义的关注 美军双航舰震撼秀肌肉20年来首次在地中海连演 网友 最近以色列遭到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的袭击 引发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为了稳定局势 美国派遣了福特号和艾森豪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到地中海进行联合演练 这是自20年来首次在地中海出现两艘美国航母 这次演练旨在展示美军队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并阻止侵略行为 促进地区的稳定 美国恶魔护士对19人施打过量胰岛素 害死17人 网友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名女护士被指控在疗养院工作期间试图害死19名患者 其中有17人死亡 这名护士通过注射过量的胰岛素来实施犯罪 目前已承认自2020年开始犯案 她通常在夜班时下手 以减少被发现的可能性 检方指出 这些受害者中既有需要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 也有完全不需要注射胰岛素的病患 护士被指控两项一级谋杀罪 17项杀人未遂罪和19项忽视被照顾者罪 检方表示 具体案情仍在调查中 这起案件引发了公众对医疗机构安全性和保护患者的担忧 加州难控除草剂致癌 获赔3.32亿 网友 加州一名男子因使用孟山都Round up除草剂 长达数十年以致离癌 陪审团判决孟山都赔偿3亿3200万元 这名男子声称长期使用Round up 导致他患上飞火其精淋巴流 孟山都公司的母公司拜尔表示 将上诉 近年来 Round up致癌的官司不断 拜尔面临大量相关诉讼 拜尔曾计划支付109亿元 解决约12万5千起所赔案 但该请求去年被联邦最高法院驳回 国会暴乱中冲撞警察 川普政府官员被判刑5年10月 网友 美国公屋新一波军援 共4.25亿美元 网友 惊喜 NASI飞船飞越小行星时 意外发现一颗卫星 网友 这颗小行星被命名为Dintinch 一位你好棒的阿姆哈拉语 它的直径约为790米 而陪伴它的小卫星仅有220米大小 这一发现 为科学家们提供了 关于小行星和卫星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形成的心事角 陆西号飞船是NASI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旨在探索木星附近的小行星群 该飞船将于2027年抵达这些被称为特洛伊的小行星群 并进行至少6年的探索 最初的目标是探索7颗小行星 但现在已增加到11颗 这些小行星被认为是形成太阳系早期历史的重要遗迹 探索它们可以帮助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 陆西号任务的命名灵感来自于陆西 这是一句于1970年代 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古人类遗骸的阿姆哈拉语名字 这个名字也象征着对太阳系历史的追寻和探索 通过陆西号飞船的探测 科学家们对小行星和卫星的形成和演化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项任务将为人类了解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 提供宝贵的数据和见解 北加暴惊恐斩首案 24岁男子杀害女亲属提头逃 网友 北湾圣他罗沙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谋杀案 24岁的男子洛佩斯在一处住宅内杀害了自己的女性亲属 并带着他的头颅逃亡 警方正在全力追捕洛佩斯 并呼吁公众提供线索 洛佩斯最近刚从监狱获释 警方认为他是持有武器的危险人物 建议民众不要与他接触 警方也提供奖励以鼓励市民提供线索 还用酒店保险箱 TikTok用户发现通用开锁技巧 网友 总的来说 一名TikTok用户在上传的视频中 揭示了一种似乎可以打开酒店保险箱的方法 而不需要输入密码 他通过将酒店提供的运斗放入保险箱 并设置了一个五位数密码 然后他按了上锁键两次 输入六次数字0 成功打开了保险箱 这个视频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震惊 许多人表示 对酒店保险箱的安全性产生怀疑 然而 也有些网友持怀疑态度 表示在他们入住的酒店 尝试了这个方法却没有成功 因此 目前还无法确定 这个方法是否适用于所有酒店保险箱 但这一发现引起了人们对酒店安全性的关注 美智库 1930年代以来 全球最危险时刻降临 网友 地缘政治风险正成为企业董事会关注的焦点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执行长坎普指出 企业高层越来越意识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尤其是近年来一连串外在冲击的发生 他警告说 全球秩序正面临着1930年代以来最大的威胁 而当前最大的风险是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 他建议企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以缓解这一风险 此外 他还指出 中国 俄国 伊朗和朝鲜等独裁国家的合作 使得全球面临重大风险 美国与其盟友的团结不够 无法有效应对这种合作 他预计 中国对台湾的行动 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毁灭性冲击 他还建议将乌克兰战争放在首位 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以避免中国对台湾的侵略 企业也应降低对中国供应的依赖 建立供应链的韧性 纽约灭属新武器 效果明显 86阶老鼠种群被团灭 网友 纽约市官员已经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来 消灭老鼠 他们在东区86阶 使用了一种名为BorrowRX的设备 通过将一氧化碳 直接注入老鼠洞中 成功地消灭了100多个老鼠洞 这种方法在树坑中的应用 表现出了近乎100%的根除率 市议会成员朱莉 明宁表示 这种方法是针对该地区 大量关于老鼠的投诉 而采取的措施 因为所有的零售店和垃圾 都被留在外面 吸引了大量的老鼠 这一策略已经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因此将在其他投诉较多的地区进行推广 此外 市政府还尝试了其他一些方法 如弹簧陷阱 毒药和老鼠节育措施 然而 一些老鼠研究人员表示 纽约市也应该更多关注人类行为 包括改进垃圾处理方法 以解决老鼠问题 灭鼠师傅迪奥达托也表示 除了消灭老鼠 人们还需要改变他们的行为习惯 包括投资更好的垃圾桶 和在老鼠挖洞的地方安装网格 以防止老鼠重新出现 致命超速 美景公布中国女程序员最佳视频 网友 近日 一起致命车祸的视频在网上曝光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视频显示 一名中国女程序员在华盛顿州 最佳保时捷超速行驶 最终撞上路障并翻车 导致坐在副驾驶的男性友人 当场死亡 女程序员事后潜逃回国 引发了公众的谴责和质疑 警方表示 对该事件正在进行调查 并希望能找到事故的真相 事件的曝光 引发了公众对于犯罪潜逃问题的讨论 大家纷纷呼吁 加强法律的执行和打击逃犯行为 女程序员潜逃回国的行为 引发了公众对于逃避制裁的质疑 在美国犯罪后 潜逃回国是否能够逃避法律制裁 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公众对于逃犯行为的愤怒和不满 也引发了对于法律执行的反思 一些人认为 应该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 确保逃犯无处可逃 同时也应该加强国际合作 追求跨国逃犯的引渡和制裁 这起车祸事件 不仅引发了关于逃犯行为的讨论 也引起了对于罪嫁问题的关注 罪嫁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 容易导致严重的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 公众要时刻保持警惕 不仅要自己遵守交通规则 也要劝阻身边的人不要酒后驾车 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 对于罪嫁行为的打击力度 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总之 这起致命车祸的曝光 引发了公众对于逃犯行为 和罪嫁问题的关注 公众希望能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 确保逃犯无处可逃 同时也希望 加强对于罪嫁行为的打击力度 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我们期待相关部门 能够加强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 为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做出贡献 深夜有人敲门 男家熟睡屋主看视频惊魂 网友 洛杉矶县巴沙迪纳市的一名居民 在监控摄像中 拍到了一名衣着怪异的女子 在深夜敲房门的情景 这名女子穿着厚厚的棉衣 戴着帽子 身上披着一条长毯子 看上去像是一名无家可归者 她试图打开居民家的门 但发现门锁着 于是右转去敲隔壁家的门 整个过程持续了40秒左右 事件发生后 居民将视频公布出来 并表示非常不安 希望引起警戒 一些华人指出 现在的治安环境不好 深夜敲门有可能是小偷或劫匪 也有人认为 这名女子可能有精神问题 当局呼吁居民遇到类似情况时 尽快报警 并提供相关视频证据 大哥靠得住 美同日宣布 两大举措支持两场战争 网友 美国第六舰队宣布 两个航母打击群 在东地中海 进行了双航母联合演习 此外 美国国防部宣布 对乌克兰追加价值 4.2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包括从库存中 调拨安全援助和资金 以满足乌克兰的战场需求 并加强其防空能力 五角大楼表示 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阻止俄罗斯的侵略 并强调 对乌安全援助 是对国家安全的明智投资 也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 好莱坞万圣节 讽刺中共清零政策主题吸睛 网友 11月1日 一群华人青年 在美国洛杉矶市 好莱坞的万圣节活动中 举办了一场 抗议中共三年清零政策的表演 他们以讽刺中共防疫政策为主题 吸引了大批华人观众驻足观看 海外民运人士戒利剑表示 洛杉矶是加州华人聚集的地方 这次活动没有遇到骚扰事件 反而受到了华人朋友们的支持和赞赏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向中共表达不满和抗议 活动现场 参与者们打扮成防疫人员 大白拿着棉棒 对路人进行核酸检测的表演 讽刺了中共三年 如噩梦般的防疫政策 他们还展示了中共国家主席的肖像 象征中共为全心全意 祸害人民服务 参与者借利剑表示 这次活动让全世界都知道 中共不是为人民服务 而是祸害人民的政权 他们希望通过团结一致 让中共感到最大的恐惧 海外民运人士朱高峰表示 自己在国内时亲身体验了 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 因为不认同中共 选择了出逃 他回忆起在疫情期间 两次挨饿的经历 表示疫情期间 中共将所有人都封控在家 不允许出门 让很多人挨饿甚至饿死 朱高峰认为 自己有权出门 有权不打疫苗 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 但中共却剥夺了 人民的自由和尊严 他赞赏洛杉矶万圣节活动的主题 认为这是对中共的一种抗议 总的来说 洛杉矶好莱坞万圣节活动中的抗议 中共三年清零政策的表演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和支持 参与者们通过装扮和表演 讽刺中共防疫政策 表达了对中共的不满和抗议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让全世界都知道 中共不是为人民服务 而是祸害人民的政权 海外民运人士朱高峰也表示 自己在国内时 亲身体验了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 选择出逃是对中共的抗议 通过这些抗议活动 人们希望让中共感到最大的恐惧 并团结一致 争取自由和尊严 两三年内 全球有大事 拜登一席话 令人心惊 网友 美国总统拜登在与智利总统伯里奇会谈时表示 未来两三年发生的事情将决定今后五六十年的世界面貌 他强调了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希望通过加强合作 让西半球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民主半球 拜登还赞赏了智利的移民政策 并表示愿与智利共同努力解决移民问题 同时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 此次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领导人峰会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可以加强西半球国家之间的合作 并推动全球供应链向西半球转移 峰会还将涉及共同的移民挑战和建立有意义的经济机会 据悉 有九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峰会 另外两个国家将派高级官员出席 目前 美国与西半球其他国家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 拜登政府希望通过此次峰会推动贸易增长 实现供应链多样化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演讲中概述了拜登政府的目标 表示希望与值得信赖的伙伴和盟友一起实现供应链多样化 他认为 这一战略对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增长 具有巨大的潜在好处 通过加强与西半球国家的经济合作 美国可以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减少对中国等地区的依赖 总的来说 拜登对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的重视 以及对西半球地区的合作潜力表示乐观 他希望通过加强合作 解决移民问题 推动贸易增长 实现供应链多样化 并共同努力推动西半球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次峰会将为各国领导人提供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 共同讨论解决当前面临的挑战 并探讨未来合作的方向 美杀手护士对22病患痛下毒手 被控重罪 网友 北京火大 香港国安法要被美定上耻辱住 网友 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 建议对香港官员进行制裁 包括于40名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和检控官 甚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 如果这项提案获得通过 香港将成为首个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有法官被制裁的地方 这可能会打击外界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 并显示香港的人权问题备受美方关注 港府核心中建制派强烈反对这一提案 批评美国政客破坏香港法治 过去很少有法官被制裁 只有少数独裁国家 如伊朗和俄罗斯的法官因人权问题被制裁 然而 这次提案中的法官制裁 是基于人权问题 与商业利益无关 分析人士指出 这将打击香港司法制度的形象 但对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影响尚难以确定 然而 这一举动反映了国际社会 对香港的人权问题越来越关注 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可能效仿美国的行动 香港官方核心中建制派 对这一提案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美国政客破坏了香港的法治 港府发言人强调 香港的司法制度一直深受国际社会推崇 谴责美国议员的行为 然而 支持香港的组织仍在运作 并能够说服其他外国议员提出类似的法案 这显示了他们的影响力 虽然制裁法官对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影响有限 但对香港司法制度形象的打击是无可避免的 总的来说 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提出的法案建议 对香港官员进行制裁 包括于40名法官和检控官 这一举动可能会打击外界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 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人权问题的关注 港府核心中建制派强烈反对这一提案 认为美国政客破坏了香港的法治 尽管制裁法官对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影响有限 但对香港司法制度形象的打击是无可避免的 亿万富豪语出惊人 中美芯片战获至第三次世界大战 网友 根据商业内幕报道 亿万富翁Ray Dalio认为 西方阻止中国获取微芯片的努力 与美国在二战时期对日本的政策非常相似 他指出 这种限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增长 因为中国对世界主导秩序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 Doyal还指出 双方都在为战争做准备 因为中国和美国都存在内部冲突 然而 由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 战争可能会对双方造成巨大影响 Doyal表示 他在1984年首次访华 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印象深刻 并与中国高层政治人物建立了联系 尽管桥水基金利用离岸金融工具 做空中国资产 但中国政府无法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